美国总统乔·拜登于周一在巴尔蒂摩庆祝将实施一条150年历史的隧道改造计划 拜登政府将投资40亿美元改造巴尔蒂摩和波托马克隧道 这是在两党支持下国会通过的1万亿基础设施法的一部分 基础设施法是拜登总统最大的立法胜利之一 在活动期间 拜登表示 巴尔蒂摩铁路隧道项目是一个早就应该建设的21世纪铁路系统 每天有2200列火车通过这条隧道 这也是美国最繁忙的隧道 拜登回忆起他作为参议员乘坐煤铁的岁月 并表示他很清楚巴尔蒂摩隧道需要升级 拜登表示 在翻修完成后 现在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穿过隧道的火车 将升级至每小时110英里 这条以黑人费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命名的新隧道 预计耗资50亿美元 将于2032年完工 目前 拜登正在努力做出政绩以获得2024年总统连任 拜登指出 他将加强基础设施项目以减少交通拥堵 提高安全性 缓解气候变化 促进经济增长 遏制通货膨胀 并为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提供工作岗位 然而 在华盛顿 拜登面临的现实是 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努力阻止他的经济议题 并阻止提高债务上限以削减开支 拜登定于本周三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举行面对面会议 就债务僵局进行会谈